宋高宗时期的宰相张俊严厉地反对皇帝把军队大权交给岳飞 让皇帝的内心发生了转变 在这件事情中 张俊是如何考虑的 他又是如何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呢 文化学者李亚平 今日为您解答 说宋朝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他 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前面我们讲到了张俊在劝皇帝改变主意 不要把这么大一支军队都交给岳飞这件事情 他的一些想法 他还有一个很隐秘的一个想法 是什么呢 当时张俊本人他除了是军政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宰相之外 他本身还兼着一个职务 大多多这个职务 大多多这个宋朝 包括北宋和南宋他的那个军事领导指挥管理系统 特别错综复杂 那么比方说除了这个苏密院 是最高的军事居官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和今天的那个中央军委做类比 重大的军事决策都是由这来决定的 然后呢 他还有三崖 还有这个兵部 然后还有一个都督府 这个大都督府是干嘛的 就是他是在理论上讲 他是可以都督各路兵马 等于是对全国军队实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部门 张俊还兼这个大都督府的这个大都督 这个大都督 其实当时是一个有名无实的 为什么说他有名无实 就是就是在金国的打击之下 整个宋朝的军队其实是崩溃掉了 南宋的这些军队 都是在战争当中 在这几个比较出色的将军的率领之下 从无到有的重新建设和发展起来的 是在战争当中 在这些将军们的带领下 就是几乎是自发的冲杀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是想要去把他们全部都给他归拢到一起来 交给你统一指挥 其实是挺难的 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是想要实行这种厌武修文 控制限制这些武家 我们告诉他 好 一方面你们在前线 在流血牺牲 在去保卫家国 完了另一方面 我想尽一切办法来 来防着你 来防着你 来戒备着你 来控制着你 潜台词就是你是个潜在的坏蛋 你是个不安定因素 我要收拾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从一个侧面上讲 也几乎是不太可能 是吧 所以呢 张俊的这个大都督府 他当时 其实是有名无实的 没有任何一支军队 是直归这个大都督 直接指挥的 那么张俊就特别希望 在他的这个大都督的这个名下 能够有一支 直接听他指挥调动的 这样的一支大军 他就想把这个刘光世代的大军 这样拿到他自己的手上 这样的话 今后在指挥军队的时候 那么他就可以更加自如一些 平心而论 他这个想法也不能算太过分 就是毕竟他刚刚建功立业 指挥了一次非常漂亮的一场战争 赢得了这种战争的这种胜利 然后毕竟这个人又是一个胸怀大志 而且他又是忠心耿耿的 想为这个国家建功立业的这么一个人 他想把这支军队拿到他自己手里 在某种意义上也无可厚非 还有一种心理 他不可能直接说出来 张俊到这个时候 他可能在心里边就认为 如果要管理各路兵马 来整个血耻 来整个北望中原的话 那这个重任也不应该是 由岳飞来承担 也是应该由我张俊来承担 张俊在朝廷中 以豪爽有大志著称 并且在南宋几次关键的节点上 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把大军的指挥权 都交给岳飞的话 身为大都督的张俊 实际上掌握的兵力 已经没有岳飞多 所以张俊也不愿意 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张俊能否说服皇帝呢 说送朝正在播出 种种种种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就使得张俊就和秦桧两个人 就联合起来 就是坚决劝阻皇帝 皇帝还真的被他们给说服了 皇帝因为他又把这个话说出去了 又跟岳飞又都交代得很清楚明白 那怎么办呢 这皇帝就只好很委婉地 给岳飞写了一封信 意思就是说 让你去统领刘光寺和吴杰这件事情 有诸多曲折 所以你等候今后的通知吧 然后皇帝就不管了 就把这件事就交给张俊 就说你去给我善后 把这件事情给处理好 张俊呢 我们过去曾经跟大家讲过 说张俊号称是从小开始就从来不说假话 不撒谎 然后是一个很豪爽有大志的一个人 那么张俊这次呢 他就把岳飞请来了 他就用了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这种做法 和岳飞谈的一件事 他是怎么谈的呢 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叫人遗憾 就看到就读史书读到这个的时候 让人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张俊就假装那些事情都没发生过 就是假装皇帝什么都没跟他说过这个 说过这个话的那个样子 就问那个岳飞 说那个刘光氏辞职了之后 那个这个他的这个五万二千人的大军交给谁 统帅比较合适呢 你说当时刘光氏他有两个左右手 有两个副手 就是一个叫王德 一个叫利琼 张俊就假模假式的 就征求岳飞的意见 说你觉得把这个支部队交给王德行不行呢 就特别委婉曲折的告诉岳飞 那个以前说把这支部队交给你 这个已经已经已经没无效了 那岳飞就挺克制自己的就回答 就说那个我认为那个王德不太合适 就是因为王德这个人 有勇无谋 人们会不服他 特别是那个利琼可能会不服他 因为那个利琼也是一个挺能打仗的一个人 而且和王德比起来 这个利琼在这支部队里边 可能和人们的关系相处的更好 而且更有勇有谋一些 而那个王德是一个有勇无谋 而且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人 那张俊说如果这样的话 你觉得把这支部队交给张俊来统帅怎么样 就是内陆大军统帅的那个张俊 交给他来统帅怎么样 那岳飞就说 哎呀您这么问我 我真是不太好回答 因为张俊是我的老领导 我不应该说三道四 但是您又是以这种国家大事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不能不如实地回答给您 张俊呢 当然有很高的威信 但是张俊也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人 像利琼和王德他们会不会特别服气 我不敢说 那那个张俊说 啊你是这么看这件事的 他说那个有一个那个都督府参军 女子由他来来做这支大军的统帅怎么样 这个都督府参军参军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女子这个人呢 他等于是张俊的心服 而且是张俊的直接下属 他是直接对张俊负责的 张俊要把这支部队交给这个女子的意思 就在这个句话里头就表现出来了 他派他的心服女子去掌管那支部队 那女子当然就直接听张俊负责了 这个女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没有能力来管理和领导指挥这支部队 岳飞对他是怎么看的 我们下次再说